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門今天呢我們要來玩這款遊戲呢跟之前的這個60秒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現在出了這個新的新的遊戲模式喔就太空版本的遊戲模式就有點類似就是 太空居民計畫吧有點有點類似就是非要外太空生存之類的 好吧那麼我也廢話不多說喔我們就直接進行冒險 那老頭呢在錄影之前有玩過一輪的喔我只能說這次難度大大提升 跟以前60秒真的差了有點多 不過呢沒關係老頭盡量適應看看好不好 因為他裡面多了很多東西其實我沒辦法適應 但是呢也是得適應吧 好我們試試看吧新的冒險 好太空訓練就不要理他啦我們就很一般的就旅行者一號好了 然後呢這邊可以選擇誰呢 我靠 剛開始在玩的時候好像只能給你選擇這個跟弟弟現在我們可以選擇這麼多人喔 我們要選誰好啊 好啦我們選擇看起來比較帥一點的這個這個叫巴比啊 他這邊有寫 巴比布朗克他是一個成年人思考單純 喔我至少可以和你的三個真的成為朋友然後我的力量是最高級的 這個呢速度很快 做出七個成功 船長的目標 舰長的目標他的目標是可以做出七個成功基於人物屬性的決定 這是特殊能力是不是 做出五個 這個喔在新世界裡派錢 在新世界裡派錢元進行五次成功探險 不是啊啊為什麼這個目標達成會怎樣 我們升空總是要有理由的嘛是不是這意思 保持全員存活30天 那沒關係我們試試看這個喔我們先不管了 因為我們我之前第一次在玩的時候啊他是一個新手教學然後 就是莫名其妙跑完一輪了那我們這次使用我們巴比布朗克看看好了 剛開始一樣也是只給你60秒時間有東西就拿 然後呢 拿了就快跑 記得帶船員我們再帶4個 三個最多只能三個嘛這邊有獎 喔該怎麼辦 衝啊 衝啊 防毒面具 我可以帶五個我力氣大喔 我可以帶5個這樣子喔 他不告訴你其他船員在哪裡 你這樣子 其他船員去哪裡啊 哇靠 欸不是吧 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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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太快了 我其他船員帶不上啊 船員船員 Oh my God 兩個 再一個船員再一個船員 哇 來不及啦 哇 啊這一局開得不是很好 看一下右邊右邊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 阿嬤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第二次跑60秒嚇死人喔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哪啊 看至少讓我先觀光周周嘛 你突然就這樣子 我哪受得了啊 啊 沒關係至少我們有四個人了 雖然阿嬤感覺好像沒什麼必用的樣子 耶 萬歲梯天 哈哈哈哈 啊 啊我們第一天幹嘛 看一下 向你致意 啊我們的計算機助理前來報道 你是一定是巴比對吧 很高興告訴你 你已經隨機選擇為這艘船的船艦長 啊船長 我是船長 歡迎登上逃生船 啊他僅代表這個太空居民計劃 對於 應被遷移至離地球60秒差距的地方 導致 哦 纖維不足的麻煩 向您道歉 啊建議行動方案 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降落 然後試著與外部世界聯繫 哎呀呀呀 你第一天要幹嘛呢 艦長 在所有太空居民任務開始之前 指揮官需要進行一場鼓舞士氣的演講 我就不打擾了 哎呦 呃 我覺得我們偏向力量嘛 我們就用力量的方式做演講好了 我們這個 這個人的屬性是力量最大 好 那當然是用最好的方式來進行演講啊 這不用講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呦 我們來個演講 好啦演講了 在太空邊緣 一個人只有堅韌不屈 才能存活下來 你符合這樣的要求 艦長 你有強而勇力的演講也是一樣 願所有與你作對的人 恐 在恐懼中戰鬥 沒有人能夠阻擋你和你的艦員 我們直接講船員好了 一直講艦就有點不太習慣 船員 非常精彩船長 在你演講結束之前 你的船員就已經開始 卻越 卻要了 健長萬歲 好這個已經是什麼 已經歡呼聲充滿了這個船艙 如果有聲音能夠穿過這個船 穿越船體外的疾境的空虛 那一定是他們的歡呼聲 那一定是他們的歡呼聲 總而言之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從零開始 他說這個船後面製造模組 現在已經可以使用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幾乎從零開始 就是製造模組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算是這個遊戲目前的新系統 然後他可以製造一些湯罐頭啊 什麼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 然後呢 回收是可以把你現在現有所拿到的東西進行回收 那回收是可以變成像這個化學瓶 這化學瓶就可以拿來製造這些東西 那一次通常都是十個單位啊 都是十個唯一個單位 講錯了 十個唯一個單位 升級好像也是如此吧 是不是 哦不是 升級要這像電池這個一個圖案 可以升級這些東西 啊升級出來變什麼我就不清楚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湯罐頭呢 只有三個 Oh yeah 太棒了 好吧 我們繼續吼 沒什麼可匯報的 啊 劍長 我建議你 你建議打哈欠的時候誣住嘴嗎 我以為你昨晚睡得不錯了等等 難道這是因為無聊 是的 我聽說你們人類需要刺激才能好好運轉 真有意思 劍長 你正身處於這個 最先進的太空飛船之中 死下茫茫的宇宙深處 前方一片奇蹟與神秘 你能至少假裝一下自己很享受嗎 為什麼 我完全沒有啊 我不行 I'm sorry 我沒有這些東西 我不能裝自己很享受的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我裝的很享受的樣子 是要演給我們船員看嗎 昨天 昨天起先看起來會是漫長的一天 也很無聊 而且一整天情況都沒有好轉 我的程序可不是為了娛樂的 劍長 所以別指望我能讓你不無聊 如果他們想讓你在飛船中娛樂 他們就會安裝 什麼 C-L-O-W-N 小丑助手 而不是我 小丑助手 是香米花哥 我的天啊 你在船上發現了一套全席 全...這是練席嗎 全席國際象棋 哈哈 哇 還有象棋欸 什麼 你沒聽說過這個 就像普通的國際象棋一樣啊 不過棋盤是一個大圓圖 而你的棋子都全是全席怪物 因為 棋子是虛擬的 所以我完全可以和你下棋 你得走 你得替我走棋才行 不過 你可得想清楚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這裡的空氣流通都是由我負責的 你最好可別作弊 要跟他玩是不是 啊 隨便隨便 隨便啦 我已經做出決定了 我要直接下一關了 為什麼莫名其妙還要跟這個 計算電腦機器人 玩這個下棋遊戲啊 我不想因為下棋贏了 就在你面前炫耀 好啦 我輸了 怎麼樣 不行你 但是呢 哈哈哈哈 你有什麼好生氣的呢 你怎麼還以為自己能夠戰勝我 電腦必勝就對了 快擦擦眼淚吧 我可是按規矩下棋的 倒是你 應該感謝我沒有讓你通過作弊勝利 如果下棋輸了 我可不會理所當然的原諒你 哇 這麼霸道啊 艦長 我抗議 你自己任命自己當上了艦長 不代表你可以隨便讓你的船員 上受傷 飛來飛去的罐頭造成的意外 也包含在內 阿誰受傷啊 我就沒有動 是他是不是 哇塞 阿自己受傷剛好屁事喔 嘿嘿 阿 為什麼要怪我呢 為什麼要怪我呢 而且我們湯罐頭好少 我們死定了 目前沒有人肚子餓 很好 第五天 開始長鬍子有沒有 長鬍子了 就算 就算頭上受傷嚴重 要沒有接受治療 人類也能好好活著 這可是你說的艦長 不是我 你通知 你通知過受傷的傳染啊 有通知過了 阿我們就沒醫療包吼 那邊急歪 開始肚子餓了 肚子餓加受傷 這個像是太空服的 我們必須著陸到某個地點 才可以用這個太空服出去外面 收集物資 就像是那個60秒去外面 是一樣意思 只是我們必須要經過一段的飛航 才有辦法到那個目的地 然後才有辦法下去這樣子 傳見我有一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使用空氣閥單 空氣閥太空馬桶的計畫成功了 然後呢 現在已經裝滿了不可言 不可言重植物 等著被排到外帶空 壞消息是 我們空氣閥倉堵住了 空氣閥倉蓋堵住了 如果不快修理 我們堵塞的馬桶 可能會造成人類滅絕 我們沒有交代 完蛋了 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帶來 60秒要有帶什麼鬼東西啊 這算是老頭第二次玩喔 我們第二次玩起也蠻爛的嘛 哈哈 對空氣閥廁所自治不離很危險的 劍長 幸運的是門最後自己好了 還有這樣子啊 哇 他造成健康危害很嚴重 但是話說回來 這百分之百是人類的問題 所以百分之百責任在你 0%在我 好啦你閉嘴啦 好吧 我們給他吃一個湯罐頭好了 我覺得他快不行了 受傷的人有優先權 好不好 受傷的人有優先權吃東西 我們看起來還可以 你看我們的老太婆 快死了 下一個 我還沒做出決定喔 劍長太棒了 掃描儀器偵測到了一個漂浮在附近太空中的箱子 走走走走我們去把他拿來 一定是有什麼好東西等著我們 快點快點快點 我要東西 看你給我什麼 掃描儀器在昨天發現神秘的貨物被運了進來 打開箱子 換 什麼 裝滿內所有東西 有東西在發光 是燈光 有東西在嗶嗶響 大膽猜測炸彈的可能性列在前五 真的是炸彈 嘿嘿嘿嘿 哇 我們的人被炸傷了 外太空是誰會把炸彈海放在外面呢 然後搞得我們船員受傷 真的是什麼事都有可能耶 我的天哪 我覺得我們還沒有著陸到 還沒著陸到星球 我們就要先掛了 這有狀況 我們要借人聽我 發生什麼事了 哎呀 你在這情況下說 哎呀 對吧 我討厭提高自己的音量 但是那個故障的 故障的去體 什麼叫做故障的去體位 故障的去體位過濾器 啊齁 原來是這樣唸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翻譯 非常的 嗯 讓人家 嗯 很棒 去體位過濾器 去體位過濾器 正在發出字 發出聲響 我認為他出了問題 所以呢 你是要為你吃東西就對了 好啦好啦拿去啦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這一局是最快死亡的吧 最快結束 連落地都沒有 你用你的 你用你的湯作為潤滑技 潤滑那一台去體位過濾器的劣質齒輪 然後修好了他 現在相較於之前傳艙中 啊 傳艙中 與 航員沒洗澡的氣味 現在這裡的氣味就像是 液化的西紅柿 如果沒有那種 吵個不停的響聲 飛船上的每一個人思考時的思路會更加清晰 大家都很餓 耶 完蛋了 待人友好 我要自己吃 嘿嘿嘿嘿 好爽喔 艦長 我測試到了這個空氣中 精神緊張問題正在加劇 建議實施 為一場史詩集的派對 為什麼 辦一場史詩集的派對 我製作主張膽算要先邀請我自己 要邀請所有船員嗎 但是當然的 人越多越熱鬧 至少我猜如此 我們為什麼不邀請一些新朋友的艦長 邀請你不認識的人 或者給我們找個新駝伴 好啦 面具拿去 拿去拿去 拿去拿去 吵死了 第九天 我們到底哪時候才可以著陸啊 派對非常的成功艦長 我喜歡你昨天把面具舉在面前 假裝他是個人 哈哈哈哈 哇 所以說我們把這搞壞了是不是 OMG 請注意艦長 這非常反常 我們探測到未知的訊息 但我無法識別發生訊息的重要性 我也無法得知 包含的訊息 這也許是一次太陽要搬干擾 一種新的蘇聯加密 我們這個用我們的黑人哥好了 我覺得黑人哥會幫我們破解這個人 然後我們就有辦法降落了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nice 然後我們沒有食物了 再次強調 我們沒有食物了 我們沒有食物 首次聯繫 大概落在第十天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聯繫到某些外太空的生物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降落到那個星球上了 我們這已經解密了 就是某一種新的形態啊 喔喔對 這個呢 好像一直都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流程 第十天會聯繫到外星人 第十五天我們會著陸到那個星球 所以說呢 這款遊戲在十五天內呢 要想辦法好好的活下去 你才會有開始有物資可以去探索 不然的話你這十五天內像我現在搞的一團亂有沒有 我看我還沒第十五天 我們人全部死光了 因為我們沒有食物了 啊怎麼辦 我們的一個非關鍵的紙系統崩壞了 故障的很嚴重 而且系統不願意和我交談 必須立刻進行處理 如果我有什麼都不做的話 崩潰會將 崩潰將會把 導致腦細胞萎縮的冷卻 垃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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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所以拿去拿去送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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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妳啦 通話通話有沒有人死掉了啊 第十一天 我們還有四天撐著 哇 Harper 嘿嘿嘿嘿嘿 有人死 anar 哈哈哈哈 故障指系統保持鎮定 他可能不想跟我們說話 但你的作法使用東西系統談論他們的感受 確實起的作用 情況以得到控制 我們就是有點生話吶喊之類的 心戰 心戰吶喊 我在講什麼 我積極的演講讓他們稍微好了一點 有沒有 變得忠誠 已經警戒當中死了 哈哈哈哈 沒關係老太婆 至少你活得比我們久 艦長我們不動了 一個機器人拴住了我 一個機器人拴住了我們 我將在主顯示上播放他的訊息 想要在宇宙中行善嗎 龍靈獸需要你的幫助 龍靈獸什麼 一個動物很可能只是一個龍靈獸的圖片 充滿了屏幕 他是一種屬於野豬 一坨血肉與蛇之間的生物 這坨血肉期待著看著你說 鑑魚主人都滅絕了 龍靈獸們正在遭受為 名為自由的痛苦 難以適應環境的他們 目前正處於死亡邊緣 為可憐的龍靈獸捐湯罐頭吧 我們沒有罐頭 哇 太棒了什麼都做不來 其實我們可以用回收的方式去把罐頭做出來 但是需要兩天的時間 遊說機器人 講述了龍靈獸的悲慘遭遇 你做了大多數人類的 人類在遇到捐款時會做的事情 你無視了他 這機器人盡了最大的努力 但卻遇到了如此堅定的漠視 相比之下 復活島 復活島雕像的表情 看起來都比他快快的些 最終他放棄的離開了 對不起 我沒有 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回收我們的面具 然後把它做成湯罐頭 不過要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我們會不會繼續撐著呢 不曉得 昨晚我正瀏覽著賞薰月幕的機器設計圖 別放在心上 仔細聽好了 仔細好了 仔細了 我發現在船上有一個食物售賣機 太空居民中 每一艘都會配備這樣的一台機器 我們 售賣機缺少了一根拉桿 但其他部分功能齊全 抱歉了我什麼都沒有 這次我們帶的東西好少喔 哇 第二局就玩這麼爛 第一局是新手教學 都做一模一樣 全死了 哈哈哈哈 我趁你睡覺的時候進行了一次投票 並且以1比0的優勢勝利 小獸我是說那一台售賣機 必須要被開除 他的程序落後 還不斷地查去食品儲備 你沒有必要生氣 他那份湯罐頭 連你都不願意給 如果你現在去氣壓過渡艙 你還能 你還能趁著他飄走 這回合跟他道別 當然你如果這次 如果你對這次的主管 這艘飛船機器人 型號感到不滿 你可以隨時填寫 投訴表 這樣子 在你抵達佳原石 我們第一時間處理你的不滿意 你這萬恩福利的魂球 所以說我們獲得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的黑人哥餓死了 動作一模一樣 超好笑的 馬上變得骷顱頭 超屌的 來做湯罐頭了 我們有食物了 耶 我們剩兩個人 艦長 我們即將 經過這個 未識別的漂浮物體 應該馬上就有圖像了 他在那耳部 那只是屏幕上的一塊物質 好的 然後呢 是的 那一顆 那一顆有迷人外表的小行星 如果我們能弄下一個碎塊來 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他還在噴射能量 我們應該用科學還是用武力 用武力好了 反正我們武力比較高 來吧 那就我就死了 我就餓死了 哎呦要獲得一個成就 哇 只剩我了 好難喔 我覺得是應該 我覺得是一剛開始 60秒我拿東西實在是太少了 沒有辦法救他們 氣死我了 你穿上了航服裝 前往了外面這一個水晶體 直接用萬利幾下之後 你敲了一個很大塊把它帶回來 加20個 好多了一個 耶 剩我了 在數據上進行一次常規的清理 時我發現了一個 被稱為通電容器的設備 通 通量電容器啊 如果裝上他的話呢 我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 不過先需要組裝 哎呀組裝啊 反正只剩我了嘛 沒有什麼關係啦 哇 史上最快 喔 結束了 哇 啊忘記吃罐頭了 我們在看剛看到星星 我們就全死了 嘿嘿嘿嘿 哇賽 欸我們正準備要抵達了 我們就死了 非常的遺憾 你的生命到此結束了 死因惡死 昨天你會嘗試組裝這台電容器 發生了意料之外的狀況 你的一個不合規的導 不合規的動作導致這台機密爆炸 出現了一片自帶蟲洞的藍色薄霧 我不知道你被傳送到哪裡了 艦長 我只能說我們再也見不到了 所以說我會這樣子被傳送走了 然後死了 灰飛煙滅了 存活15天 嘿嘿嘿嘿 哇賽 還蠻有趣的嘛 這是真正的一套流程啊 新手教學跟你現在玩的完全是 基本上是有點兩碼子的事情啊 但是一樣規律就是到15天之內 你都必須想辦法活 第15天之後你可以在星球著陸 這是一個正常的流程 好不好我希望呢 我下一集是可以玩的更好啦 我覺得老頭最近應該也會開始 陸續玩這一款遊戲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 那這一場可能玩的很爛 我先跟各位說更抱歉 因為老頭第二次玩 第一次隨便亂玩 第二次也是隨便亂玩 因為我們都是要熟悉 我們總不可能 一下子馬上就可以上手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也不希望各位呢 強烈的指責老頭說 老頭都亂玩 好啦的確我是亂玩啦 好抱歉 哈哈哈哈 當然了下一集呢 老頭盡量認真一點好不好 因為呢 剛開始嘛 60秒我真的不知道該帶多少物資 然後也不知道人的位置在哪裡 不過大大大大大致上知道了 希望下一集會更好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這系列記得分享出去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60秒太空再見面了 掰掰 我們下一集再見